我们现在呢 1 能量 按照我们这边的写法呢 负的H8平方3 2L NX 2π over L 的平方 再加上 NY 2π over L 的平方 再加上NZ 2π over L 的平方 我跟各位讲 我们不这样子写 我们要写什么 负的H8平方 over L 因为用个表示式来表示比较快 配X1 配Y1 配Z1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待会让大家看看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φ 根据这个地方来写的话 我们就要三个乘起来 细数向呢 先不管 我就写个证明 X的方向呢 可以写Exponential i 什么东西 NX 2π over L 的X Y Y Exponential i N1 2π over L 的Y Z呢 Exponential i NZ 2π over L 的Z 因为我们运速分离法 因为我们运速分离法 不是说把这三个解答乘起来就是它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X乘上Y乘上Z 得到的呢 是他们会搜紧其中的一个 跟NX NY NZ的Index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上面的Energy呢 也跟它有关系哦 因为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说 它所允许存在的能量 不再是连续 在理想七体的时候 理想七体它能量可不可以离去 当然可以哦 因为它的 假设没有未能的话 它的能量只有动能 在五点表示是 它的动能是二分之mV平方 那二分之mV平方 我B大一点 小一点 它是不是变成连续 是哦 在量子力量 不行 它的动能不再是二分之mV平方 而是 负的 H bar平方 over2m的 是吧 La plus 这个才是它的动能 所以它告诉我们 它允许的能量 只有特定的能量 在每个特定的能量呢 你有一个表示 以波动方程的 一个表示是什么 所以呢 瞬间呢 就跟啊 五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难怪 等出来会多说不同 但是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假设呢 对一个波动而言 我们常常就会说 一个东西在波动呢 波在传递的时候 会形成 exponential k 懂 好 这是很自然的习惯 k using way vector ok R呢 就是位置哦 那我们为什么写成型 k 就是根据我们的习惯 这样子来写 比较简 你就容易看得到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这边马上就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i k x 乘上 x ky 乘上y kz 乘上z 你看看 这个我展开的时候 exponential kind kx x ky y kz z 对不对 我这三个乘起来 刚好就是 好 现在我有状态 我有能量 我有状态 我有能量 我有状态 那么现在我想要知道 它这个分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布 ok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布 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 来搞清楚一下 来搞清楚一下 我们到底要讨论的是什么 ok 好 为了解放起见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不是说它现在能量不准连续吗 不准连续的能量 跟它的状态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为了解放起见 记住每一个k 每一个nx都可以正负好 我现在先不管 我现在只管正负好的地方 负好的地方 暂时不管 好 ok 因为这样子 我做起来比较简单 ok 但是你只要抓到概定就好 不要太相信这个 概定是重要的 好 我们有状态 State 动态就是nx ny nz 对不对 那energy呢 我将 我将energy 再把它除以 把前面的常数都都把它除掉 除以负的h bar 平方 over2m 后面不是有2排 over l的平方 可以提出来吗 我先做这件事 所以剩下的能量的形式 只有nx 平方 再加上ny 平方 再加nz 平方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v function 呢 怎么来表示 就是nx ny nz 来表示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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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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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呢,001 它的狀態是001 那我說我可以010啊 我可以100啊,對不對 得到了 你發覺這個狀態不一樣 但是具有同樣的能量 這個是在 量子力學叫做什麼狀態 潛力狀態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011,我用兩個1,可以吧 那121我也可以把0擺來重點 110 兩個1呢,1的平方是1 1的平方是1,1加1,2 所以能量子2,2,2 那相對的是 011 10 101 110 欸,你發覺啊 能量子2的好像在這邊 初步看起來有三個 檢定 對不對 再來呢,那就三個1 1,1,1 能量子3 狀態是1,1 欸,你發覺到了能量3的時候 狀態是誰呢 再來呢 這邊我要多玩一點 002 002呢,那就4喔 所以呢,它有002 有看到這個你就知道 020 200 通通都是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有4 它有三個 同樣的量 好,再來呢 再來下一個你要什麼 可不可以003 可以003得到是9嘛 太高了 012 2的平方 4 1的平方 是1 4加1.5 3加15 好,012有什麼排列的方式 012我有021 對不對,兩個電倒 然後再把0塞到中間 102 然後再前後電倒 201 然後把0塞到後面去 120 210 都可以啊 因為這些根據這個計算起來 能量差不多等於 多少 5 有6個狀態 所以假如說我們畫一個表 就類似於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1-Dimensional的那個 那個 無限方形的 當然我們不是無限方形的 我們是畫一個能量 在這邊 OK 那我們看看 第一個能量是嗎 0 然後這邊呢 我們寫狀態數 一個狀態 結果能量到1 它有幾個狀態 3個狀態 能量是2 有幾個狀態 也是3個狀態 能量是3 有幾個狀態 只剩1個狀態 能量是5 能量是4 幾個狀態 3個狀態 能量是5 幾個狀態 6個狀態 你發現狀態是越來越多沒有錯 但是 大家小小不一樣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假設 這個是它 在這個核子裡面 允許的狀態 假設我這個材料裡面 有6乘上 十二十三四方顆的電子 那我電子應該處在什麼狀態 假設是0度K的時候 你要處在什麼狀態 大概就 一個電子丟進去 這個電子 它要跑到哪去 最穩定 它是能量最低的地方 最穩定 所以當你把第一顆 丟進去的時候 啪 哇 就跑到這邊了 6個電子 再丟進去 啪 它就掉到這邊了 欸我幫你不相容 別人理想 對不對 第三顆丟進去 它能不能再掉在這邊 不行 它只能掉在這邊 第四顆在丟進去 掉在哪邊 還是在這邊 因為這裡有三個狀態 每一個狀態可以請存 允許兩個電子的話 真正在6顆電子 它才滿足 好我一直丟 我一直丟 我丟了6乘上 十二十三次方顆 報告各位 到我死掉的時候 還沒滿 因為我 我算都來不及算 OK 我現在1 2 3 5 6 7 8 9 10 我都算不到十到二十三次方 我就死掉了 除非我送你1萬歲 那意思是 填到某個地方滿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這個電子的內能 總能量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填到滿了 這個能量叫做 permium energy 其實這個一出來 馬上就告訴你 有差別所在 什麼叫做比熱 比熱 比熱聽不清楚 比如說什麼叫做熱 比熱是熱 另外一個比熱叫做熱容量 對不對 熱容量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你增加一度是你所需要的熱呢 對不對 就跟我們以前最常講的 度量一樣 我吃了一飽飯 就覺得好撐好撐好撐 對不對 我高中時代的時候 我的書包裡面 根本就沒有課本 我只有兩個大便當 因為呢 第一個大便當 十點鐘就吃完了 第二個大便當 繼續吃 吃到十二點鐘 因為我容量你們啊 很大很大 那現在的女生啊 為了漂亮啊 吃飯都是算顆粒 對不對 你吃五粒啊 太多了 吃三粒就好 對不對 OK 現在問題是 一旦我希望知道你的比熱的時候 我必須給你一個能量 我希望看到你們一度七的變化 一度七的變化 就代表你的運動的功能 有多少能量 所以我一旦給它能量之後 它要受到激發 我這個電子 假設接受到能量 你給它能量不是很大 它能不能跳到這邊來 不行了 它能不能跳到這邊來 不行了 也是滿了 它能不能跳到這邊來 抱歉 你沒給那麼大的能量 那我怎麼辦 下面可不可以跳 不行 只有誰可以跳 這一邊 上面有很多能量 對不對 我這一邊的 電子可不可以跳到上面來 可以啊 我可以跳上去 沒有 跳上去的就代表它吸收了 下面可不可以吸收 不行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馬上就告訴我們 為什麼自由電子所量到的比熱 只有 理想七點八點 因為只有這一邊的電子才能夠吸收 這邊怎麼吸收 通通的壓死了 它不能吸收 那這一邊量的摩托 大概就買到這個桌 原來如此 原來我們要看待電子性 電子的時候 你必須要遵造電子的特性 遵造它描繪的方式來描述它 當然你可能會很靠奇 對不對 到時候可以問你們老師 人怎麼想到用這一招來描述它 怎麼這麼心靈啊 你描述完得到的機會 就是它表現出來的行為 對不對 哇真是爽耶 好像考試的時候 不想是哪個答案 對不對 一選 然後就選對了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 它真的是挑對的 但是挑對就代表它一定是對嗎 是不是 不一定有 我們只是在描述現象 我用不著其它想的東西來描述這個現象 我能夠描述它 必須待會兒我家想的東西就是它 我可以把我太太啊 形容得 讓你們好像覺得你很認識她一樣 但是你看到她 你還是不曉得她就是我太太 所以我跟你講她就是我太太 OK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我們的極限戰 一旦有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很想要知道 Premium Energy 你說只有這附近能夠跳 那我想要知道這附近是什麼行為嗎 那第一件事情 Premium Energy多高 它能夠跌到多高 你說簡單的 我有六成十多 二十三十分嗎 我就一直溜一溜一溜 看它跌到什麼地方 就是多高就是多高 對不對 可以嗎 當然可以這樣做 這是你一輩子也算不完 OK 那這次怎麼辦 用涼的 用涼的 我告訴你 我們在一個地方不行 開車撞到石頭的時候 前面三分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放過 我們馬上就往腦袋一繞 就繞到另外一個空間去看 事情就變簡單 假如說我們今天討論的 不是一個無窮大的晶體 而是我們現在非常著名的叫做 奈米顆粒的時候 你這個狀態沒有多少 你就可以真的跟它算了 然後就把它填上去 我現在要教的這一套 用在這邊 就完全不適用 我現在教的這一套是古典的 就是說比較大的 OK 那算是奈米顆粒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把它丟進去 看看要丟幾個就下去丟 真的把它算出來 那這樣 照樣就算了 可能它也沒有幾顆 一般奈米顆你有幾顆 一千顆 五百顆 一百顆 那這幾個 就把它填完 好 那就很簡單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樣 轉換到 轉換到哪邊呢 我們要轉換到哪邊 後來我們寫成這樣 這樣看得出來是什麼東西嗎 這是什麼方程式 很像D4D對不對 我再寫一個東西 寫一個你們的東西 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等於R平方 告訴我這是什麼方程式 球方程式 對不對 球方程式 這個半徑 假設我把這個叫做X 這個叫Y 這個叫Z 這個叫半徑 平方 你會發現半徑的平方 跟誰有關係 跟能量有關係 我這邊在填的時候 一定從最低的能量開始填 我這邊在填的時候 我一定從最小的半徑開始填 那左邊是這個意思嗎 一個格點 因為這些都是不連區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空間 轉換到一個黑 space 黑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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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 黑的空間 都不連區 你告訴我 我這邊的K是等於什麼 是不是 NX乘2π 處理L NX最小是什麼 0 那Px不是0 NX再來是1 那PFC2PY 就是它的整数可以一直下去 那像试试代表说 我要是有个点 我这边有个点 我这边有个点 这个呢 000 000 001 在自己走上 0.1 010 在这 100 在这 我一样画 画下去 是不是每一个状态 变成在KSpace上面的一个点 每个点都表示一个状态 抱歉了 抱歉了 是不是代表一个状态 那很棒啊 我怎么知道我先填哪个状态呢 请你告诉我 我递个电子进去我要填哪个状态 填哪个状态 填 能量最低的状态啊 能量最低的状态 就是半径最小的状态啊 到时候哪个点半径最小 圆点 那我先填这一点 所以你填完之后我填谁 我填走不上了 好 对不对 我填的方式是从中心点往外头一直填过来 这个想起来就比较顺一点 你看这个多麻烦 这个从下面填到上面去就每个速度还不一样 但是这个地填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理解啊 它从里面填到外面 很幸运的是 我们要填六成上十的二十三四方颗 你要填五颗填一百颗 那你就乖乖的就在那边填出 那这个叫什么意思 我要填的是六成上十的二十三四方颗 管它的就是N颗对不对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颗 填到哪边 填到哪边 填到这个半径 填到这个半径的时候 我把它所有的颗数全部填完 你告诉我 这里面有几个状态点 包含了有几个状态点 假设我有N颗的话 我包含了几个状态点 不对 每个状态可以填几颗 两颗电子 对 每个状态 是不是有两颗电子呢 我可以填几个状态 二分之三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填到宝了 这个时候半径是特别的半径 我把它叫做大R 为什么叫做大R 因为大R 就是当 你填到满了的时候 这个能量叫做什么 premium H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R是不是就等于 根据根号 2M1 这样好 回来法 那当它等于 2M1 premium H 回来法 我刚刚填了N颗的 这个能量就做premium H 那我是不是可以 求得到它的多高了吗 对不对 好啦 你要求它多高 就是要知道它有多大的半径 我怎么知道它有多大的半径 他说我知道颗粒素 你不要忘了 这个是颗粒素 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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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状态 你只要找到2N的状态 找到一个圆球里面 2N的状态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 2N的状态的半径是多少 心怒是因为我们的N很大很大 所以我可以知道每一个点 它所占的体积有多少 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啊 每一个点所占的体积有多少啊 我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 体积怎么算 这还不算 它是很高嘛 尝试什么 一定是两个指点当中的距离啊 我们在K在这边变化的时候 就是说 N等于0的时候 就是K0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里写 K0是等于什么 N等于0就是0 K1呢 N等于1是不是等于2PiO N等于2 K2呢 9点于是吧 2乘上2PiO 所以每个点当中距离多少 2PiO 那是不是它的宽度是2PiO 处理啊 它的体积是什么 当然3PiO 当然3PiO这还有少 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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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的体积是多少 3分4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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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是谁 R是谁 在这儿 t y 你要开燈灯 1 2 pupil 你看到方形,方形叠起来也未必能圆,除非一种重力 就是当你要叠起来,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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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体积 导致每一个方形的体积趋近于无穷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边界看起来,你根本就不晓得它是巨石状 比如像你用雷射列表进去画一个圆一样,画出来圆,你觉得它就是圆 你会不会知道旁边是巨石状,你心里面知道,但肉眼看不到,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状况吗?那我就说,这个圆,因为它够不到 所以只要我体积加起来了,方块的体积加起来,等于你的体积就是了 那么我把这个体积处于每个方块的小体积,那是不是等于方块的个数? 方块是谁?方块就是状态的体积 所以有几个方块就代表有几个状态啊 所以我把圆的体积除以状态的体积 所以你有几个方块就代表有几个状态啊 所以我把圆的体积 除以状态的体积 是不是肯定是什么? 重,重的态数 我只需要几个重态? 二分之恩 是不是? 所以我要几个 这边告诉我二分之恩的 这一天呢,就把它丢进去嘛 这边会圆的体积 一分之三分之四π 这个的根号 二m 一分之三分之三分之四π 除以二m R upon L 三次八分之四π 我就算得到 它的π 就可以算成为它积 这个积 跟什么有关系? 这一体的体积有关系 跟你的N有关系 就是单位体积所含的电子数有关系 所以假设你拿到个金属 你怎么知道这个金属的位秘能有多高 简单嘛 看看它上面有几颗 假设它是一架的 它可以几颗电子 那几颗就是几颗电子 假设是两架的 那几颗原子乘上二 就是这么多自由电子 除以它的体积 那就看到每个东西的密度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束 里 纳 角 皮 梅 范 丝 这三个前面是一架 下面是两架 我们看看它Q6可能是有电子的浓度有多少 每细细的浓度有多少 这个呢 4.7乘上10的22次方克 原来你拿一个细细的 一个立方过分的体呢 它上面有4.7乘上10的22次方克 0的 2.6乘上10 headed 然后还有2.6乘上1.40 你发觉一件事情都是一架 但是越往下面 它所带的电子的电量 同样体积的电子电量 越来越少 對不對 你可以從數據上面去計算嘛 拿密度來算你們就算出來了 假設看到這個 我第一個就很講問 為什麼 為什麼越來越小 你們能不能告訴我 為什麼越來越小 黎 納 甲 都一樣每顆原子 其中一顆電子來找電子 但是它的密度就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怎麼樣 體積 什麼體積 因為越下面 電子越來越多 體積越來越胖 越來越胖 當然塞在同樣的電梯裡面 塞的特殊就變少了 對不對 所以它就變少了 對不對 因為有這個概念 好 皮呢 皮沒蓋 都是兩架的 它是怎麼樣 你發覺 二架的呢 因為它的每一顆 提供兩顆電子 皮跟你來比呢 皮子比一大一顆電子 多一顆電子 它只是大一點點 那因為它提供兩顆 所以呢 假設我直接 跟這個來比的時候 哇 我的密度大很多 它其實不只是這個關係 因為還有結構上的差別 因為它的結構可能 比較緊密的堆積 所以呢 它的單位 就比較多 跟電子 然後呢 下面越來越胖 所以呢 它允許的電子 就越來越少 那這個時候算出來 EF 就是什麼 貝敏能是多少呢 幾個EB呢 這個4.7元 3.23 2.1元 你看 貝敏能也一路下降 也一路下降 因為你的密度 這個是密度 一路前上 所以它就跟著你一路下降 所以它就跟著你一路下降 皮呢 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下 今天當然我不是要算皮色給你們看 OK 那是固態無理的工作 也有可能你們三年級的熱銅筋就會叫的 熱銅筋也會叫 Hermine Direct Distribution 那很快就算給你看皮色怎麼算 OK 但是呢 我們剛剛還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來看看呢 我們知道現在隨著能量的上升 記住這是隨著能量的上升 就像它有這個半徑越來越有外面一樣 這三個狀態、數目啊 未必一樣 你看 這個空間 只有兩個 就是說我拿這個 這個空間涵蓋的 這個 我把它切一片這樣 這個狀態出 跟這個狀態出 跟這個狀態出 隨時都在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很想要知道 假設我把球啊 切成一圈一圈的 跟洋蔥一樣 有一定很小的後路 請問這個空間涵蓋裡面它包含出幾個狀態 到了最下面 當然只有一個狀態啊 一個圓區連一個 到外圍的時候 哇 我這樣切一圈啊 上面還有個點啊 是不得了的點啊 密度一定很大 我知道它一定是從小到大 對不對 但是怎麼變化呢 這裡面可能不是很規則啊 因為我從這邊知道它不是很規則 那到了外面的時候 我量這麼大 我才不管三跟一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外面的人是十個十幾次方在米啊 那這個時候我怎麼知道 我切一塊小單元 裡面有多少狀態呢 我從這邊切一個圓的 很薄酒殼 那狀態有多少 我們把這樣的狀態 叫做狀態密度 密度一定是 質量密度是什麼 質量除以體積 對不對 我們教室還包含學生的密度 一定是學生人數除以體積 那我們假設在這個地方 我們談的密度是狀態 狀態就是點數啊 密度是跟誰比 跟這個薄球塊的體積來比啊 那我們很簡單的就來看 薄球塊呢 這一邊到這一邊 會有很小的厚度 因為R跟E有關係 就相當於很小的能量差距的時候 它會有多少個狀態 就知道它的定義 定義就是 你有多少個狀態 除以對能量來為難 它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發覺它的狀態密度 我們給它一個括號 BH 它會寫成V 除以2½ 2MH½ 2MH½ 2分之3 更好E 所以你要是畫一條曲線 這個是E 這個是狀態密度 我們發現狀態密度跟E啊 是乘開根號 正比的 所以呢 你在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這是狀態的數字 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到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我想請大家 回家算一算 我隨便給你一個假 請問一下 在它被你能念的附近 假設你填到這邊填滿 在這附近狀態的密度是多少 那還不簡單 這個把它帶路就四層啪啪啪 就算出來不就得了嗎 不會算了 不可能的嗎 對不對 你就可以了解 那個地方 當這個球殼到外圍 隨便切一點 這個保球殼上面 上面都有好多個狀態 好多個狀態 OK 但是這個狀態數 跟所有的狀態來比呢 又很少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呢 你能夠跳動的 只有在這附近啊 我給它一個能量 它可以跳到外面 更高的能量的地方 也就是說 只有在表面 這一點點的位置 可以跳而已 多寬 多寬 多寬的能量可以跳嗎 以我們室溫 室溫幾度 三百度K 它能夠提供多少能量 我們不是說 能量均分之一度嗎 每一個圍度 每一個圍度 二分之一度Kp嗎 關於幾分之幾個Kp 它已經正乎於Kp 對不對 你多差一兩個場所 所以它能夠跳到這個範圍 就可以了 大概可以提供 就只有這樣 所以 我有效的 只在熬熬的這一個球可整 能量跳上來 可以把你的正品吃了 比賽只有這個部分 能夠有 那你這個時候 假設要真正的了解他們的機會 就把這些算進去 最后跟实验数据来比较 看看我们这个模型 不只是概念上行得通 当然你要先概念上想起来好像行得通 那我下去计算嘛 常常算到最后 发觉跟实验还是不一样 那就代表我的这个状态 想起来可能行得通了 可能还不够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算起来就做得不得了 用很简单 用很古典的 量子物理的模式来描述你的自由电子 竟然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信号给捡到 一算出来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